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4日,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一集也是跟医生有关的,不过这次这个呢,就不知道是什么医生来的 话说,有些人就说,特朗普总统8月的时候,就会回来 但是呢,有这么说,其实他回来,或者不回来 总之,这个世界来说,行动仍然继续的话 其实有他在,或者没有他在,我都OK的 不一定要他坐在这个位置,我们这些看得很开的 反而有一样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追究逃离责任 什么是追究逃离责任,就是那些做过坏东西的人 要全部抽出来,抄家灭作凌智处使 这个是必不可小的 那些什么人呢?就例如这个福奇,是不是? 有些人就叫佛奇,不知道怎么译的,包时 有些人就译做福西,哼,不如叫福贵吧 清朝那些,福贵,福贵好像好听点 那就叫他福贵,有个福字,蝙蝠的福 所以这帮小伙子,世卫那些,譚书记 连着这个福贵,一起做了一场大龙凤 再加上媒体,YouTube,Facebook,Twitter 在这里掩藏信息,经过一年之后 他们可以说是共犯,有图谋的 掩藏事实,这个是我2020年2月时候已经说的了 这帮人,古古怪怪,尤其是这个福贵 那说回这个福贵,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说他有3200页的电子邮件 全部被人刮了出来 就发现,其实呢,当初你见到他 他经常在特朗普总统身边跳来跳去 又在旗落特朗普总统那些抗疫政策 喂,大哥,你有份的 然后,有时就叫人戴口罩 有时又叫人不要戴口罩 有时又说有用,有时又说没用 再加上,走来做疫苗保保 走来不断推那些人去进攻 给那些药厂 很明显,他们全部,包括世卫那些 我就不说什么恶毒各样了 至少是非常贪心,很多的 有些呢,就走去代言那些药劑 就算是拜登,他之前的大仔那件事 他都拿大仔那个名义走出来 就籌款的,结果籌到那些款呢 就去完旅行 拿那些钱来给他搭飞机 给亨特拜登玩旅 一个崩子都没有摆过到那个research的身上 那当然啦,我们亦不适宜 对他太厉害的 就是这个人,还未是古古怪怪 暂时有Q的他先咯 虽然我觉得他都是被人夹到这样的 好了,那说回这个福贵先 由于那3200页的电子邮件 经其他人在拆解的时候 就发现丑不可闻 于是乎,白宫现在呢 就计划着,怎样令到这个人呢 简单说就是割蓄咯 你快点走啊,不要在这里整臭白宫那朵 不过其实呢,不整都臭了 哇,这一年,你被人见到 发生了这样的事,整个烂产来的 已经,往日,理事论事 那些人经常说,美国政府基金 自由,民主,文明,各样的 今时今日,你看下去,哇,这是什么来的 尤其一样东西,不说大家不知道 这个福贵呢,拿的人工 是比美国总统更多的 不是说正常的那些 不是说特朗普总统 因为他只是收1元美金而已 那话说呢,这个福贵呢 在那个电邮里,就被人挖出来 发现,他曾经跟那些 不知道哪里来的实验室有所勾连 有个叫做功能增益的研究 而这件事,本身都想着停止的了 怎知呢,就是这位福贵 一直坚持赚助,他人工高 这件事呢,也都辣到彪姬 因为我见到呢,美国那边是有民众的 走去,即是不满这两个人 也都非常之合理 因为你知道呢,彪姬其人 一直都有搞那些疫苗的嘛 而他呢,哇,那里很多钱来的 之前,如果大家还记得呢 非常古怪一件事就是 他和巴菲特那些,就糾合了很多那些富豪 走去整个慈善基金嘛 其实所有的慈善基金,主要都是拿来避税的 是啊,你找个慈善基金买东西的嘛 所谓的慈善基金啊 其实呢,你不做慈善事业啊 那大家都觉得,你买银而已,没什么 大佬,你不要搞这么稠的野人探啦 话说,如果不是福贵坚持,要赞助这些这样的项目的话呢 可能今时今日,大家又不用戴口罩呢 其中一份email,就写到有位研究人员 向这个福贵发送电邮的时候 福贵的回信就显示呢 之前呢,已经在那个实验室里 有一个叫做功能增益的研究啊 而这个项目,是他明明确确地写在email那里的 虽然具体的内容呢,你就没有可能在email那里发挥到 但是至少,你知道这个人 和那个实验室是有欧年先啦 有些人就说,他作为美国那边搞卫生的 每天都很多email的咯 可能看漏眼呢 就是这么说的 那些小伙子买了东西之后 不知道不清楚什么事啊 发生了什么事啊 哎呀,不关我事的咯 我都不说他的抗疫表现了 就这么说,他十月时候 整个人都爬出来支持拜登 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诋毁这个特朗普总统的 直接是和特朗普总统割席 仿佛呢,如果不是拜登上的话,他很麻烦 那我想他这样的行径 就已经说了你听,他乖不乖 你看到小明,桌上的堂就不见了 而他对手呢,就不停摆在后面 接着不停摆在后面 那你说他做过什么了 而当参议员,难得保罗 也就是之前呢 当特朗普总统搞听政会那位 在质问这个福贵的时候 有些人叫他奇异博士 那这种奇异果就说呢 他并没有授权进行这种研究 是啊,没有授权 不过你资助而已 资助又不授权,即是什么 玩自己啊?你玩东西啊? 你说信不信? 你骗我小孩不吃辣椒醬 而他变清的时候就说 嗯,似乎是艺症 Fake News 假资讯 那另外呢 他也发现其中一封email里面 这个福贵就对于ZeroHedge里面 其中一篇文章感到担忧 因为这篇文章呢 就说到有机会 啊,这东西是由实验室而来的 那你说没有的 即是这个福贵啊 啊,只是想着什么啊? 你不要散布谣言 让社会恐慌那样的而已 喂,但我也有理由相信 是自己那谈东西 我不理有心也好,无意也好 我觉得非常之是 有意图这样去做的这件事 因为啊,11月时候 2019年 我已经认为啊,2020年大选 是的,那时候已经说的了 必定会发生事情 因为民主党是不会那么好死的嘛 我只是拿着这个宗旨的 结果一如所料 但我猜不到的就是呢 啊,原来好玩不玩? 有什么不好玩? 啊,你学人玩俄罗斯练胆大法? 玩尿玩屎? 哇,你这人真是 还有你刚才听到啊 啊,就说福贵感到担忧 喂,电邮都这么说而已 除后是有很多的动作的 包括他亲自走去否认啦 包括施压给一些医学机构啦 有一帮医生联盟啊,正义医生联盟 就是因为这个福贵啊 和世卫互相协作 走去打压他们的声音 将一些文章啊 由医学期刊那里拉下来 将HCQ啊 的合法性地位降低 如果不是有福贵的配合啊 可能世界从此不一样 那当然啦 当时特朗普总统在位啊 留下那帮友仔 狐狸精怪 啊,他竟然是一个无兵司令来的啊 他都抵骂的啦 但是很难的 正如那个前司法部长巴尔 以及啊,前FBI局长 Christopher Ray 那今时今日啊 这些资讯公开发现啊 当日原来他们呢 就阻碍这个特朗普总统 去处理这个黑命贵的问题 甚至乎威胁 假如啊,特朗普总统一意孤行的话呢 他们就会辞职这样 喂,大哥,你做法律那头 那个环节的 你不是应该把关的吗 以法律去起诉那些啊 不遵守法例的人 难怪啊,特朗普总统 不断在这里说law and order 原因是因为什么啊 因为order啊 就被这个 命贵组织所破坏 而law呢 就被里面那群二五仔搞定了 难怪不得不断说law and order 这些这样的联邦政府公务员 都是那句啦 善欲人之意不是真善 恶不欲人见乃是真恶啊 他封你口啊 怎样封你口啊 当时啊 Zero Hedge的文章 发表了之后呢 包时就不断拍胸口保证 这里很有趣的啊 一个名字 他就说向技术垄断者保证 那我猜啊 就是那些社交媒体啦 于是乎他们就带条道理 喏 美国那个卫生部长啊 都说些这样的东西啊 我当然啦 就根据权威 将你这篇文章下架的啦 亦所以啊 你见不到一些 关于福贵不同意的资讯 在这里流通的咯 原因就是因为啊 他和YouTube啊 Facebook啊 各样 以自己的权力 走去将一些资讯 刻意钳制 而我想 美国人民呢 最不喜欢这个福贵的一点就是 一开始就说不用戴口罩 然后就改口 现在呢 就跟人说要戴多几重口罩 对于怎样处理这个福贵呢 很简单的而已 我觉得啊 应该来个世界公审 将他在世人面前凌辞 我想没有人会有意义吧 啊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